大盤今天很多的大型全职股 开高走低 再加上00939的成分股 尾盘很疲弱 使得今天指数最低 一度来到了19728 尾盘的时候跌幅扩大 中场下跌了72点 指数19784 今天把5日均线 10日均线稍微跌破一下 外资今天现货卖了269亿 但是期货的空单 今天趁着台值级结算 减少了6188口 目前净空单水位 剩下4788口 汉伟请教你 外资动态怎么解读 今天外资的空单减少 对于未来台北股市 撑在这5日均线之上 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关键应该要看 未来两天的一个变化 因为今天外资的空单大减 因为结算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空 可以去看一下奇交所 他每天会公布 这个特定的法人 十大法人 他们的所谓 净有一份多空单 所以我们昨天其实可以看到 在昨天结算之前 十大交易人在今月份的空单 所谓是11789口 在其他月份 就所谓四月份的话 空单是3232口 所以代表什么 今天就顺势压低之后 他就把它结算掉了 结算完之后 空单并没有大量转上到四月份去 所以你看到4788口的空单 代表说 他新的月份 现阶段 他并没有看得很坏 但是未来这几天 会不会看得比较坏 就看空单 如果又连续增加 又到万口以上的话 但我觉得指数 就会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毕竟伴水外资 目前现货是转卖的 然后这个台币是转扁的 那关键会在今天晚上的联准会 到底讲了什么 后续所谓的美元跟美债利率 跟美股怎么样反应 我觉得都会影响到外资 接下来在起火市场的布局 所以还是不能卸下心房 今天晚上联准会公布结果之后 外资的动态如何 那怎么样牵动指数 说法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最近指数在这边市场都说 是因为投信把它撑着 因为有新的ETF进来了 所以他们即将要买股 所以撑住了指数 但是这股投信的力量 可以撑多久 台股的下一步怎么研判 其实基本上而言 我们讲认真的 投信每一天买这200多亿 那或是100多亿 外资就把它卖掉了 那事实上这些股票 为什么还可以那么强 当然就是不是只有投信的卖压 你我还有内资 业内主力台面上面的一些人 他有没有就要去吃投信的豆腐 有嘛 只是今天里面00939挂牌 有些人就趁势到出 就是这样子 那外资就拿 反正是从跌率高达70%的其他高股息 也趁势到出嘛 那问题就在于 你这个趁势到出还好 假设你是借券 你就可能在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查到借券 如果外资是借券 卖同值性高达70%的高股息ETF 那你就要留意 其他跟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你跟人家从跌的高股息ETF 有高达七成的股票 未来的卖压可能就会很重 那我觉得在这个边里面 来讲台比股市到底能不能够撑得起来 那我们就说过嘛 短期的关键期就3月29号 就是4月1号之前 那刚好又是愚人节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台比股市我们说真的 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它其实已经在修正 怎么说 我们来看KD指标 很多人只有看指数 所以你感受不到 所以大部分的投资朋友而言都会什么 看到指数在涨 很想买股票 很想买很想买 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跌的 OTC其实早就跌破过月线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我们来看我们就不要说别的 最近里面 因为最近在涨红海 最近里面来讲在涨河索 之前是不是在涨台积电 那请问2330的台积电 现在有没有从最高将近800块钱 跌到现在 有破过760 有啊 也是在修正啊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现在里面来讲 你不要赚指数赔价差 因为他一直在拉动某一些形态的个股上面 那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大部分的成分个股 以腾落指标上面而言 大部分股票是在跌的 所以你如果现在是买高股息的个股呢 你尤其要小心 如果他已经不是高股息了 那你反而要去留意说 投信愿意在这个时间点 还愿意主动式操作的股票 反而你未来里面逢低去做留意 好 那我看外资今天的卖潮 因为外资今天竟然卖了两百多亿 外资今天卖超第一名的 竟然是高股息的ETF 高股息的ETF 其他应业达 长荣航星光金 加世达 长荣合硕 中信金跟广达 我从今天外资卖超前十名 衍生出两个问题 沈风老师 第一个问题是 外资今天卖的个股 到底还在继续吃头信豆腐 还是其实他已经对台股 有一些些翻空的疑虑 其实外资早就有翻空的疑虑 你仔细看外资的卖超 从台币来讲一路的一个贬值 其实外资在期货空单 一万口以上就是偏空 因为期货是现货里面的 杠杠倍数更强 我在之前就谈到说 你虽然看到了 他在整个一个现货市场 还没有转为卖出 可是他期货市场 已经一万口以上 你就必须要去小心 他可能是拉线或什么 去布空单 这是今天外资的买卖超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进入重头戏 我们来谈谈 同样是昨天GTC大会 传出来的黄仁勋说 这辉达接下来 要扩大跟比亚迪的合作了 比亚迪要用他们下一个的晶片 来做自动驾驶了 现在比亚迪获得了 辉达的神助 熊老师去年 比亚迪的电动车 正式已经超越了 Tesla了 Tesla现在 比亚迪有辉达帮忙他 他去年八月就说 我要扫货了 一来一往之间 这场王船服跟马斯克的大战 如何撼动电动车的市场 对 其实辉达大会里面来讲话 我们除了看到 刚刚来讲 助华谈到一个重点 人形机器人是真的吗 你是走上台的呢 还是你只是一个影像 影像 那也就是说 在这种过程中 你家马斯克虽然还没有推出 成功的人形机器人 但是他敢 好歹也抬了一台上去 现在里面来讲话 我觉得NVIDIA 我们的这个 辉达的黄仁勋先生 真是厉害 他知道什么东西都要抢快 也就是说 我要霸占市场 我要霸占在这个时间点 的人形机器人是 AI的最后一里路 最后一里路 那这个过程中 我就要先推出来 不管我成功了没 我要先推出来 那为什么只用小的 我可以跟你谈话 因为小的 我们台湾的也可以谈话 对不对 那Paper之前里面 虽然是已经停产 但他可不可以讲话 他也可以讲话 那我要先讲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回答在这一次里面 他其实并不是告诉你 我AI什么水冷 什么美超围怎么样 不是 他告诉你说 我正式要跟特斯拉 正面对决 也就是说 他拿出的那个Superchip 就是那个超级大的 那个晶片 还跟他说 你前面这个不要伤心 你还是很好 有没有 他有看到这个段落 对不对 他告诉你 那一颗是主要是用在什么 车用的部分 也就是说 在3月18号 他也同时的宣布 我要跟比亚迪 比亚迪 BYD 有够大的在那荧幕上 大家只说我们台湾 其实我觉得我在 我看那个 回答大会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七彩光炫 一直在我们台湾的地图绕 我觉得我是台湾人 我好骄傲 对 可是我看到比亚迪 那个英文那么大的字在后面 我也很生气 对不对 我先来看看 因为他在3月18号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宣布我的Superchip 很大的 你不要伤心 我要跨路到车用 但他同时的宣布 是跟比亚迪合作 AI训练 汽车制造 车用运算 然后甚至 把GPU的部分 整合到联发科 这一个系列 那这个系列是用在哪里呢 他是用在智慧座舱的晶片之中 他支援聊天机器人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现在的车子够高级 你只要跟他讲 用嘴巴讲 他就可以做到他所有的功能 比如说你音量大一点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 他就支援你的聊天机器人 好 那我讲到这个部分说 那到底 他到底有多么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先看中国大陆的股市 机器人的相关的概念个股 昨天几乎全面涨停 今天还是一样都大涨 所以我刚才讲说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没有这么好 那整个一个 灰达如果他是要跟比亚迪去做这件事情 那机器人最好做的 其实就是机器人手背 就是那个小的机器人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达明他会去做的 那但是他是跟谁合作 就很重要了 因为你比亚迪的后面 到底政府 中国政府的手会不会伸进去 那要跟谁合作 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每个人要看清楚 第一个人型机器人没有出来 第二个他是跟比亚迪合作 那跟比亚迪合作 他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在这里面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明明是跟我们联发科 那么大的一个字在这边 你外资还敢来调教 我们联发科的平等 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辉达的汽车事业部的副总裁 叫夏皮罗 他英文名字在这里 他就说我这一个呢 AI这个机器人上面来讲的话 我可以利用即时的3D绘图的平台 叫这个名字 那你可以改善什么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点 我要买比亚迪的汽车 你需要到真实的车子里面去试车吗 不用 你在这里面来讲 你就可以做一个3D绘图平台 我给你去看 我这台车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改 譬如说我们在买冰试车好了 AMG的部分里面 是不是我要改装这个 我要改装那个 我就可以用3D绘图平台帮你做到 如生力其境一样帮你做到 所以你就可以改善你的购买的一个体验 还有什么 我的工厂我刚才就讲 我的工厂就是要开始布置我这智慧机器人 比亚迪的工厂在台湾吗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说 MG你要搞清楚 所以他的这一次的机器人 为什么人型机器人根本不动 那为什么小的机器人出来 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可以做到 所以在整个产品线而言 尤其汽车 汽车工厂 最能够去做机器人守备 做机器人的生产线里面 最好的就是我们说的 以前我们台湾会做 但大陆现在也会做 那如果是比亚迪的工厂 你就自己去想 我们台湾的概念个股今天涨 跟中国大陆概念个股涨 那谁是对的 那再过来 他的一个车用晶片里面来讲话 这个叫做Dragstore 那他是Blackware里面驱动 提升自驾等级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自驾 车子谁没自驾 问题是 你是Level 2 Level 3 还是全自驾 对不对 现在最高就Level 2了 对 Level 2 对不对 那你现在提升自驾的等级跟功能 那再过来 你专门为大型的语言模型 跟深层式的AI所设计 这个又有美感出来了 你等一下看黄仁勋讲的 一堆的事情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去选择跟比亚迪合作 再看下一张字卡 也就是说 我现在不是只有跟比亚迪合作 小鹏 吉利 李翔 所有车厂都宣布跟我合作 而且我在2025年就会推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比亚迪 你的小鹏 你的吉利是跟我辉答合作 请问你的中国的汽车的 国际的认同度会不会比较高 会 对会比较高嘛 对不对 不然大家听到比亚迪 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撞车会怎么样 所以那重点是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他又把AR 我刚刚讲的 他的那个虚拟实境的3D绘图的部分 加进去之后 你的资讯技术 那请问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跟特斯拉之前讲的一模一样 跟特斯拉之前是不是讲说 我的自驾系统里面来讲话 你也不一定要到我这边买啊 你可以到我这边的时候 虚拟实际里面看我的特斯拉的一个车子怎么样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 他就是正式宣战跟特斯拉 在西方的竞争上面 而且呢 我不会比你不安全 对不对 因为特斯拉之前有撞车过几次嘛 但是你要知道 全世界全自驾里面来讲话 最安全的还是特斯拉 以及宾室某一台 在国外也通过认证 但宾室太贵了 特斯拉比较便宜 所以他可以兼具什么 刚才讲说他装很多AI在里面 跟你的聊天机器人在里面 所以他兼具了安全性跟娱乐性 那为什么要跟中国比亚迪 跟小鹏 跟吉利去做合作 黄仁勋那个是一个果然是我们台湾出身的 很了解 因为中国车厂有很多奖励的措施 那以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都还不能全自驾吗 因为各国像我们台湾 像欧洲法规就是不准你自驾 我管你自驾系统好不好 就是不准自驾 他说因为中国有很多奖励措施 以及发展自驾等级提升的监管措施 对其有利 所以我如果要做到所谓的Label 3 甚至Label 4 请问在哪里最好做 中国大陆 对因为中国大陆支持我嘛 所以大家懂了吗 说问题在于 如果你现在做到 你现在的车用晶片 用的奈米是低于17奈米以下 那请问可以卖吗 已经有国外的媒体说你不能卖哦 你不一定能卖 而且现在里面比亚迪卖的太好了 可能会被美国打哦 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也就是说那王船福这个人呢 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他很可怕 第一个他很务实 他不噱头 他不坐概念车 之前大家知道慕尼黑的车展吗 每个人兵士车出来 哦好炫哦 然后那个BMW出来好炫哦 我管你这个干嘛 我自己用个小小的区块 我放六台车在里面 我就坐我现在会卖的车就好了 务实 务实不坐概念车 然后价格占高性价比 你知道他的车子哦 很好的车子哦 卖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三万欧元 三万欧元是多少钱 不到一百万台币 差不多对 所以比福斯汽车还便宜 福斯跟他同等级都到四万以上 那所以呢 现在他说哇塞 你比亚迪卖这么好啊 全部要给你科返轻销税 这是他未来要面临到问题 所以也是挥打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 是 那另外部分来讲话 整个一个蒙格称 巴菲特的好朋友 巴菲特应该是说之前 波克夏里面的一个副董事长 就说他是爱迪生 爱迪生是发明人对不对 再过来威尔许就是奇艺 奇艺就是一个制造业的 已故的CEO 他说他是他的综合体 他说王传福是爱迪生 跟威尔许的综合体 爱迪生是发明 威尔许是苦干实干 怎么会有一个人会有创造 又有苦干实干的精神 因为他说呢 他每一周工作七十小时 每一周工作 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 对 你就知道 人家是人家是多少的身价 工作七十小时 你叫我们台湾的功能试试看 在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他会积极的削减成本 cost down 我跟他说务实嘛 你们都坐概念车 不好啦我不坐 而且他生活非常的简朴 他呢 你看他穿的衬衫跟西装 有没有费钱 我跟他说没有啦 就很简单的 然后他说为什么说 他像爱迪生 又像威尔许 威尔许就是工作很狂 那像爱迪生他说 只要他的双手决定要制造出来的东西 他一定做得出来 所以他就是爱迪生 所以他就是做任何想做的东西 他都做得出来 他就是这样的狂热分子 跟爱迪生一样 那所以整个盟格呢 在2008年 波克夏就说服 最后我们的巴菲特股神 用23.32亿美元 取得BRD 9.9%的一个股权 涨了几倍 35倍 以全数开始 卖出他的一个持股 再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重点 那人型机器人到底谁做的 我们台湾今天涨这个 大陆也是 可是我告诉你 真正会赚钱的 我们说AI是chip最赚钱 人型机器人是脑最赚钱 那他基本上而言 他在之前 大家还记得吗 他在2月的时候就有宣布过 Figure AI Figure AI 在2月29宣布 他已经从Open AI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辉达的重要的伙伴 辉达微软 亚马逊 一共6.75亿 那这一次他讲的合作的伙伴 是不是就这几个 那请问人型机器人 脑 人型机器人的雏形 是不是从Figure AI出来 所以他可以根据收到机器人的动作 所有的资料 就是你把所有的资料 机器人该做的动作做到 进行专门的训练 譬如说你是长照 你要翻身 他就一直给你了解什么翻身 温柔一点 对不对 他就把你做到 和人怎么交谈 譬如说你长照人家人很无聊 你要跟他怎么交谈 看到的东西 刚才讲的 譬如说物流 工厂一个东西进来 你要包装 还是要把他送到下个地方 就做任何的物理任务 这个就是物流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他未来的自驾系统 刚才讲自驾系统 特斯拉是走美国 对不对 不好过 可是如果他走中国好过 问题是在这个时间 不管是自驾系统 不管是人型机器人 是不是都是要跟Mask 正面去做对决 好 这样子背景讲起来很清楚 但是王老师 你刚才讲那个问题 我就有点头痛 如果整个的机器人脑袋刮 我们台湾这边琢磨的不多 但是你又说在硬体的部分 可能是中国拿走了 那台湾在整个未来 人型机器人时代 我们有哪一些的立足之地呢 那既然你的晶片上面来讲话 他在那边画 这两个晶片画一条线 你看比上次那个更厉害 那谁做的 当台积电做的 对不对 那所以台积电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收盘是七五八 我就说你不要 尽量不要买在七六零上 那如果回归到七三八跟六九七的缺口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联发科虽然被外加 外资调降的一个平等 但毕竟今年里面来讲 有六十块钱 IC设计而言 他不太贵 尤其现在已经跌到一一三零 在这个一零一零到一千一左右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怕的 如果连发科不行了 大概IC设计也都不行了 微影的部分就是 他本身就是成分个股 那你有没有发觉 之前是成分个股 完全没涨到 那现在里面就 因为没涨到就没买那么多 所以卖压可能就会比较轻 所以在这个时间 你就观察他的转弱点 是在季线所在的位置 那我刚才有讲说 大家一直在讲人型机器人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辉达他主要是宣布 我是在车用部分 我要去很大的一个占有率 因为我说过人型机器人 他根本就还没做出来 不知道哪一年 可是2025年车子是不是就看到了 那我们就要看一些车用的一些的概念 所以最近为什么PCB很强 因为PCB跟车子大概都有关系 硬板嘛 那见景他本身是不是AI 是不是就是高股息ETF的个股 是不是又是车用PCB里面来讲占四成 那在今年就15块上下 那转弱点可以听在季线 那广名就是 反正大家只要在台湾想到机器人 就会想到达明 达明就是广名的 但是我就说 他们做的就是一般性的 物流方面的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因为去年就四块钱 今年没有估计 那你就自己留意周线 或是80.4 是当做你所有的 就是整个一个说的机器人概念个股 都以周线跟昨天的起长点 当做你的一个所谓的转弱点 精彩的故事了 谢谢曙方老师 这么用心帮我们准备 这么丰富的内容 这是相关的 如果在接下来 自动驾驶大有可为 这王船服还有马斯克之战 将会如何的撼动市场 自动驾驶很有趣 等一下汉尾还会跟你讲 另外的经济场的故事 都说了这个行情 外资在吃头心豆腐 其实曙方老师说 不止外资在吃豆腐 好多人都想吃到豆腐 但是这个豆腐可不好吃 因为整天爆投信的大会 小心遇到了回旋梯 到底这豆腐怎么吃 等一下建峰告诉你最佳攻略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